走吧 我真的相信 你小子 你跟君小姐狠 不错 大人 要动手吗 当然 但不是现在 你们二位要分别带兵出城 是 情况紧急 我们早些出发 也好接回更多的百姓 对 我从西侧出发 夫人走东南侧 我们接回来的百姓 会陆续遣任护送回来 你们做好接应准备 还有 回来的百姓 让他们继续南下 千万不要滞留 也好减轻你们的压力 是 夫人 世子夫人 我就交与你们二位了 请夫人放心 我李国锐 一定誓死保护世子夫人安全 放心 我定护你中全 九龄 一路凶险 多加小心 夫人也是 等你会合 好 快走 快走 快点 后面跟上 我做什么呢 你夸张 走 快点 快点 这边 走 走 快点 快点 走 都别停下 走 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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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老实点 别动 干什么 都看到了吗 别乱走 您走得慢 耽误了时间 这就是他的下场 不想死的 快点走 走 人家没有 快走 快 快点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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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走 快快 走 快走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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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乃天佑君 奉承国公命保国为民 先命你交出这些百姓 否则烟惩不淡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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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这儿已经是我们北齐的地盘 这些人就是我们北齐的奴隶 你想把人带走 做梦 义和书一日未签订 霸州就仍旧是我天佑的国土 这些子民也仍旧是我天佑的百姓 今天我必须带紧 怎么 你们堂堂的天佑 没有男人了吗 居然让一个女人出来打仗 软蛋的天佑 才养出这些软蛋的士兵 把软蛋的百姓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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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命将军 大家互相帮忙点一下 大家互相帮忙 大家不要慌 不要慌 你跟我走 跟上 走啊 跟我走 跟上 走 快 跟上 快 跟上 人跑了 快追 大家加油人 快 走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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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脚下 后面都跟上 来 这边 小心 慢点 慢点 来 慢点 小心 来 小心 快 快 慢点 小心啊 这里暂时安全 大家可以伤心一些 人哪 你是谁啊 我回去后 更要给妮丽 长生牌尾 我等 奉陈国公致命前来 那你到底是谁啊 她是陈国公世子夫人 谢世子夫人 谢世子夫人 大家快请起 快起来 快起来 如果要信 你们便谢陈国公吧 谢世子夫人 快请起 驾 对 二哥 云霄阁传来消息 说那个世子夫人率兵 所向披靡 如今被百姓示弱神明 数万百姓现在都已经 安全退回了和监府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是啊 而且他们还说 这个世子夫人 竟然敢从北齐士兵手里抢人 现在那些被掳走的百姓 都被带回来了 真想看看这个世子夫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现在看 确实是个厉害角色 军小姐 还没有消息 刑军的你还安全吧 难道 被陆小早的人抓了吗 二弟 现在怎么走 前方是保州操守江城 是我傅帅的弟子 我们需要人手 赶紧出发 郑君 快速跟我爹会合 走 驾 驾 驾 这何意已定 北齐为何又生事端 皇城呢 他在哪儿 在做什么 禀陛下 黄大人一直在与北齐使者商谈 至于北齐为何又生出事端来 那是因为 陈国公聚不退兵 还派夫人与世子夫人前往霸州 护送百姓归来 他想做什么 他想让整个天佑都亡了 他才满意是吗 陛下息怒 臣以为 目前的一切 仍在陛下您的掌握之中 若是护送百姓的事成了 那天下人会夸赞您人心人德 善待臣子 若失败了 那便是陈国公拒不听令 祸国殃民 他可真是会收买人心哪 大人 北帝有消息了 他在哪儿 去宝州了 宝州 从庆园府到宝州 新十八位说没有我传消息回来 大人 是世子去宝州了 初在 这玉夫人和世子夫人都去了霸州 她一个男人 居然躲在女人的后面 这些所谓的忠肝义胆的人士 可真叫人佩分 大人 大人 那还抓吗 不用了 杀了她 是 宝州操守江城 在此等候 世子爷多使 好 世子爷放心 如今天佑北帝兵撤 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我等身为天佑兵将 愿听从世子爷号令 一同北上 接回天佑子民 如今我是戴罪之神 你不怕吗 说实话 我是要上报朝廷的 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 上报时间久一些 也是情有可原 万一路上出了什么岔子 没有上报到京城 也无法责罚于我 此次前去 生死未博 诸位 有没有不愿意去呢 好 果然是我天佑朝男儿 诸位 你们都是天佑朝的精兵良将 保卫天佑 全凭你们了 朱三 替成公公谢谢诸位 五等愿意追随世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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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三 你还好吗 也不知你如今身在何处 有没有危险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担心你 累了 还有一件事 要告诉你 我如今 是世子夫人了 你说是不是造坏弄人呢 我多想 你能立刻出现在我身边啊 我真的好想你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等你 我等你 边境的北溪大军都已经撤回北溪境内了 撤了 对 前方战报说 陈国公是假装撤退 其实是去突袭了他们的左翼大军 这左翼大军是他们太子所率 所以北溪军不敢不回防 陈国公这是替我们解围了 如今大军撤离 看来我们身边就只剩下游兵散将 那就好对付了 陈国公只有万余人马 那他岂不是和将士深陷北地了 如果援军不能及时赶到 那岂不是 小姐 世子爷有信了 他在哪儿 他一路向北 看情况 是在向陈国公扣拢 还有 和建福传来消息 义和书已经签订 北溪兵马马上进入三州 北地的全部驻军马上撤离 如有为恋 你谋逆处 谋逆